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第五讲 策略优化的方法与陷阱 程序化交易的一大优点是 计算机的快速运算 它使得我们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进行大量的运算 进行大量的参数 不同参数的运算 从而我们能看到在不同的参数情况下 这个策略的表现 这个优点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便利 给我们非常强大的工具 但是同时 它也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诱惑 或者叫做陷阱 有些人会通过这个程序的优化 大量的运算以后 得出所有参数可能的一个结果 然后在当中选出一个最好的参数 然后把这个参数 用到策略当中 用于它的示范交易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陷阱 这个当中 到底能不能通过这个参数的这种优化 使得我们策略的表现 能够达到最大化呢 这是我们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那么参数到底是不是需要油化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业界 也是一个略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参数是不需要油化的 包括我所重庆的一个大师 萨布先生 他也赞同这种观点 他认为越是美丽的参数 会导致越是惨不忍睹的结果 那么我的想 我的看法呢 是略略有所不同 我认为参数呢 是需要进行优化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交易模型 这个建模的过程 本身就是在寻找历史行情的一种数据的规律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PAT 就是模式 对不对 就是我们想找出来过去的历史行情当中 他这个数据 他这个价格是怎么走的 比如说 是不是这个涨三天 第四天他就会下跌 或者说是不是他跌了15% 他就会有个5%的回调 像这种PAT 这种规律 就是我们在策略交易的过程 策略建模过程当中在寻找的规律 那么参数优化 也是寻找这个PAT 寻找这个模式的 寻找这个数据规律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不对 因为我们策略是有两部分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策略是由函数和参数 对不对 我认为这个是不存在没有参数的策略 一个策略它是一定会包括函数和参数 对吧 我们在进行参数优化的时候 要避免走到过度优化这个陷阱当中 任何事情过度了 它必然就是一件坏事 任何的好事 它做过度了 好吃的东西你吃过头了 也就变成 有损于健康的东西 对吧 参数一样 你过度优化以后 它就变成了一几个坏事 使我们策略的 在试盘当中的表现 可能会非常的糟糕 那么什么叫做过度优化呢 有两个 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呢 它是就是说为了追求回撤结果的完美 所使用的参数 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窄小的范围 是吧 比如说这个参数只能用五 等于五的时候 是吧 我这个回字的结果就非常完美 用了三或四 或者用了六或七 整个结果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种时候 我们选择五 我们通过优化 这个参数的话 就称之为过度优化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使用参数和过滤条件 来使得策略表现完美的贴合历史行情 是吧 就是历史行情 它是一个历史的价格走势 它已经在那 是不是 我们是不能把它改变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参数呢 我们可以通过改参数 和改参数 这个过滤条件和增压过滤条件 来使得这个策略呢 跟这个历史行情 非常的吻合 吻合程度非常高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 其实我们学过中学数学的也都知道 一个二次函数 它就可以画出一条 有一个转折点的曲线 那么一个三次函数呢 它就可以画出 一个有两个转折的曲线 什么同理 如果我们有N个参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条 有N减一个转折的曲线 对吧 比如我们看看这张图就清楚 这里是一个有 一二三四五六 有六个转折的曲线 这条曲线就可以通过 一个七次函数 来把它画出 那放在我们这个策略来讲 我们就可以用 七个规则 七条规则 来完美的画出这条曲线 假设这个曲线 一个价格走势的话 我们是完全可以通过 参数的选择和过滤条件的增加 来完美的 拟合出这条曲线 也就是说 我策略的走势 与这个历史价格的走势 吻合程度可以做到相当的高 100%的完美的体现 这条曲线 那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这样的策略 它在回撤的时候 它的效益会是非常的好 回撤的结果会非常的漂亮 但是如果用在石盘当中 用在未来的实际的行情当中 它的效果就肯定 不可能有这么完美 有的时候可能会大象径庭 搞不好 就是从一个完美的盈利的策略 变成了一个完美 亏损的结果 对吧 那我们看看 怎么样我们能够来判断出 这个参数 有没有被过度的优化 或者说这个曲线 有没有被过度的拟合 第一个方法 峰值判断法 这个方法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它的具体做法就是说 看看我这个参数的选择 是不是在一个峰值上面 在我的左边和右边的参数 是不是和我这个峰值的参数 有相类似的一个结果 对吧 我们不说一样 我们不说一样的好 是不是有类似的差不多的结果 或者说结果差不太多 我们用这张图来做一个直观的一个效果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一条边是参数一的选择 另外一条边是参数二的选择 通过参数一和参数二的结合 它可以产生一个收益 在某一个参数一和某一个参数二的组合当中 产生了收益的一个峰值 就是这个尖峰 从这个尖峰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参数的左边右边 参数的左边右边所得到的结果 都不如这个尖峰 那假设我们选择这个尖峰的参数 来作为我们策略的参数 那你认为它在未来的石盘行情当中 所得到的效果 所得到的收益 会像这个尖峰那么高吗 会在这个位置吗 对吧 可以说90%的情况下或者99%的情况下 你得到的结果都不会如这个尖峰那么般的完美 那么漂亮 那么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峰值这个参数 那么就得不到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或者说非常可以这个可高度 非常高的一个预测的一个效益结果 那么如果说我们大量使用这种尖峰的话 那在我的观点当中 这就是存在着参数优化的行为 这就是参数优化 反而相反的 我们不用不能用这么好的参数 不能用这么完美的参数 这就是第一个判断法 如果我们用了峰值的参数 而得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回答报告 那这个就是参数存在过度有化的问题 或者嫌疑 或者说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这个参数到底合不合理 对吧 这是第一个判断法 第二个判断法呢 是叫净值曲线比较法 净值曲线比较法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举个例子 这条收益曲线呢 是我的一个策略 画出来 在红箭头这个位置 是我开始 就是对历史行情做参数优化的 这个时间队 在红箭头之前 我们看到这个收益曲线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向上走的趋势 像绿箭头所示 有一个非常好的 向上走的收益曲线 那么当在红箭头 我把参数优化做完 把参数确定以后 然后呢 我就让这个策略呢 继续模拟测试 继续跑策略 随着实际行情的进来 这个策略呢 也是会产生相应的收益和损失 然后画出后续的这个曲线 那么经过了后续的 比如说一个月 两个月 甚至三个月的时间 那么从红箭头之后 又画出了后面这部分的收益曲线 后面这部分收益曲线 是在参数优化完成以后 也就是说是在参数已经确定以后 所画出来的 如果红箭头前面的收益曲线的走势 与红箭头之后的收益曲线的走势 基本保持一致的话 我们可以说这个策略没有参数优化的问题 反之 如果说红箭头之前的收益曲线的趋势 与红箭头之后的收益曲线的趋势 有了明显的分别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存在着参数优化的先银 或者说存在着非常大的可能 有参数优化的问题 那么在这张图上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红箭头之前与之后 它的走势似乎是非常的不一样 前面有一个40度往上的一个趋势 而后面基本的走平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这个策略就有参数 参数过度优化的问题 第三个方法是叫 统一参数不同标的物测试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我一个策略 用了确定了一套参数以后 我把它放在不同的标的物上去测试 那么在我们期货上 比如说我把它用在 这个罗门钢上去测试 然后呢 我又把它用在 这个胶弹上去测试 然后又把它用在 豆泊上去测试 对吧 如果使用了同一套的参数 然后呢 它在不同的标的物上 又都有类似的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说 它不存在参数优化的问题 反之 一套参数 我只能用在某一个特定品种上 换了一个品种 我又需要用另外一套参数 才能够跑出比较理想的 回射报告的话 那我就怀疑 它存在的参数优化的问题 因为使用了参数优化 才导致出现了比较好的收益曲线 比较好的回射结果 这是第三个方法 就是同一参数 不同格局的试试 第四个方法呢 是 叫样本类与样本外的收益比较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用到了比较多的数学 它详细过程呢 我这里也会介绍 它的基本概念就是说 用样本外的策略表现 和样本类的策略表现 来做比较 计算他们的 计算这个好坏的概率 那么通过这个概率的大小 我们来判断 到底存在这些的参数优化 那么具体方法 我比较时间关心 就不再详细讲述了 那么这里我列了一篇论文的名字 这个方法也是 在这个论文里面发表的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下面我们来说 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避免过度优化 是吧 有哪些方法可以使用 来避免过度优化的问题 第一个方法 就是减少参数 减少参数的理论基础 就是奥卡姆七道定理 它的定理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需要最少假设的解释 最有可能是正确 那么用在我们程序化交易当中呢 就是说 需要最少参数的策略 最有可能是有效的 在可能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尽量的减少参数的数量 减少参数的使用 没有参数是不可能的 一个策略是不可能没有参数 哪怕我们一个是选择的时间周期 到底用的是60分钟 还是15分钟 还是30分钟 对吧 这本身也是一个参数 对吧 所以说 我们需要最大可能的减少参数的使用 越少越好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当我们进行优化以后呢 这个交易次数呢 不能过少 是吧 有的时候呢 我们一做优化 看到这个经过优化以后 某一个参数的选择 使得这个 回测报告的结果呢 非常漂亮 非常的完美 但是呢 再仔细一看的话呢 那是因为 过于苛刻的参数呢 使得 这个回测的过程期间呢 只产生了非常少的几次交易 那刚好这几次交易的 这个这个时机呢 又是在一个行情 非常有利的一个时间段 正好 对吧 都落在非常有利的时间段 那么好了 这几笔交易 全部都产生了 非常盈利的结果 那据此 我们去判断说 这个参数 是一个有效参数 那现在是错误了 对吧 就 比 就像我们下面这张图 所看到的 右边这张图 就这张图 对吧 在这张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横坐标 是参数的选择 所以这参数 由小到大 对吧 那么 它交易的次数呢 重坐标 表示了交易次数 那么重坐标呢 这个曲线呢 就急剧的 缩小 对吧 这就非常直观的说明了 随着我们交易 和参数的增加 增大 交易的次数 会急剧的减少 那么如果说 我们选在这里 某一个参数的话 由于它的交易次数 过少 那么这个参数 优化就是有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说 要避免过度优化 我们这个交易次数 优化以后的交易次数 不能过少 到底多少算过少呢 那就是30 最少最少 它不能少于30 最少最少 不能少于30 但是呢 这个30 也不是一个绝对值 它是这个是需要 你去和你这个期间 整个回测期间的 总交易数 要做一个比较 比如说 你没有经过优化之前 你的交易是有1000次 结果呢 优化了以后呢 变成了31次 那你说这个31次 有没有过度的优化问题 一定是有过度的问题 对吧 所以说 优化后交易次数 不能过少 你比如说 本来是1000次 优化了一下 变成了800次 900次 那我认为这个呢 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样子变成了 只有31次 那就 那就太过分了 这不能接受 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选择参数平原 避免峰值 这个呢 刚才我们也就有讲过 就是说 尽量不要选择 这个峰值的参数 选择平原 是一个平台 我们把它叫做参数的一个平台 选择在这个平台上 这个参数呢 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一些 安全性大一些 但是呢 可能性 也存在这种可能 你选择在这个平台的参数 结果呢 在后来的试版交易当中 它的表现 也非常不尽量 对吧 完全可能 反而你如果说 选择在这个峰值的参数呢 在试版当中 的表现还好于这个平台 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也是有可能的 那为了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产生 我的办法是什么呢 我的办法是 我会把一个策略 分开成 几个 或者说 我会把一个策略 用不同的参数 组合起来使用 我再说一遍 我会把一个策略 加上不同的参数 组合起来使用 这个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还会继续讲到 这就叫不同策略的组合 继续讲到 选择参数 这是第三 第四 优化 不长 会一过小 在做优化的时候 我们这个不长 不能过小 通常我们在做优化 都是用的穷追法 把所有的参数 都跑一遍 比如说 我有一个参数 设置成 止损值 我止损 最小 我能止损100块 最大的止损值 5000块 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 数值的两大小 数值的范围之内 我把它所有的值都跑一远 看看止损 最合理 或者最好 是设在哪一个值 对吧 这就叫优化的过程 但是 所以说 你这个优化 不值 不长呢 就不能太小 以刚才那个例子 来讲的话 你说我100到5000 你说我都用10 作为不长 对吧 那我要测试500次 计算500次 这就意义就不大 每次10块钱 10块钱 10块钱 这个止损 对吧 在500次当中 你来选一个参数 选最好的那个参数 那这个意义就不大 因为你这个就是 优化的痕迹 太明显 完全就是在优化 对吧 你如果说 每差10块钱 你就会 这个结果 参数差10块钱 对你的整个回测 结果有很大影响的话 那你这个参数 一定是过度优化的参数 是不明显的 像这种情况 通常我在使用的话 我就画就是1000块钱为 为不长 就是1000块 至少 2000块至少 3000块至少 一直到5000块至少 用五个数字来看看他 各自的表现怎么样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 优化不长为国小 第五个方法呢 叫做 递进优化回测交易 那么 这个名字 还是我翻译的 我就按照英文的 叫walk forward backtesting 把它直接翻译过来 因为我在国内 确实也没有看到 非常深入讨论 这个方法的一些论文 一些文章 那么这种方法 是怎么样呢 我用一张图来简单的 大家讲 讲述一下 解释一下 到底这个是什么方法 我们传统的 我们传统的 这个优化呢 是用这张图来表 上面这张图 其中蓝色的是历史数据 红色呢 是石盘的数据 就是在蓝色和石盘交界这个地方 红箭头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进行优化的这个时间点 那我就对前面的这个所有的蓝色的数据呢 寄进优化 然后呢 得出一套参数 把这套参数呢 加载在策略上呢 用于后面的石盘交易 这就是我们通常的优化过程 那我们说的地规分析法呢 是怎么样呢 就是前面这 这么大一段蓝色的历史数据呢 我不是把它整块拿来一口气使用 而是呢 我是当中取一小部分 作为样本类的数据 来做优化 然后呢 得出 一套参数 然后用这套参数呢 对 样本外的一小块数据呢 做回撤 得出回撤的结果 然后呢 我再重复重量的过程 但是呢 这个时间段呢 我又往前推一小部分 你这张图 我具体的来解释一下 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比如说在这场上 让我们以四个星期 作为蓝色的样本类数据 以四个星期作为蓝色类的 作为样本类的历史数据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呢 对这四个星期的历史数据呢 做一个回撤 做一个优化 优化完了以后呢 我把这套参数呢 用于下一个星期的 下一个星期的回撤 得出一个回撤结果 就是绿元水平部分的回撤结果 把它放到这里 对吧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 回撤的一个结果 好 然后 把这个历史数据呢 往前推了一个星期 就这一部分 作为我的样本类 好 这一部分 作为我的样本类 进行优化 优化完了结果 对下一个星期的数据 做回撤 得出回撤结果 然后呢 再往前推一个星期 做优化 得出优化的结果 这就是得出优化的结果 得出回撤的结果 得出回撤的结果 那这样 就是我 一次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重复了八次这个过程 我把这一段 男子的历史数据 全部做进行的优化 然后得出了八个的 回撤结果 我把这八个的回撤结果 把它加起 这 就是我一个 种的 回撤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这里看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 我不是用 一套 参数 来做回撤 而是用了 一二三次 做了 用了八套 参数 来做回撤 是不是 相较于我们 传统的 前面讲的回撤 那个实际上 就是在 这个红箭头 这个时间 里面 一套 参数 对不对 重复优化 得到了一套 参数 然后 这一套参数 去做交易 反正 在下面这个方法当中 我是用了八次的优化 得到了八套 不同的参数 来做回撤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回撤的结果 是令人满意的话呢 我就在石盘交易当中 我也这么持续下去 对吧 就在这个时间点 我就往 这边移一个星期 然后呢 就四个星期的历史 出去 然后 对石盘呢 做一个星期的石盘交易 然后呢 再移一个星期 再对 优化以后呢 再对石盘 做一个星期的交易 一直这个持续 就这个过程 就一直延续下去 好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地规 优化 回撤法 如果使用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得出的回撤结果 是一个令人满意的 回撤结果的话 那我们把它 使用到石盘交易当中 就是边回撤 边交易 边回撤 边交易 或者说边优化 边交易 边优化 边交易 这种方法的可靠程度 要比前面使用 一整块历史数据 作为样本的 得出的结果呢 对吧 得出的参数 优化结果呢 要更可靠 也更有弹性 因为它是随着 你这个行情改变 这个参数 也在不断的改变 对不对 它不是用前面 五年的一下子的 五年的数据 得出的一套 不变的参数 来使用 也许给后面 一年两年的 这个石盘数据 石盘交易来使用 不是这样 它是 每几个星期 优化一次 得出一套参数 来使用一阵子 然后呢 再得出一套参数 然后呢 再使用一阵子 对不对 所以在不断的 行情变化当中 它的参数 也随着不断的变化 用这种方法 它的弹性更好 适应性更强 那么参数的 优化的 协议 也会越少 过度优化 参数过度优化的 也会更少 所以呢 我们讲这五点 基本上是 我们怎么样来 避免过度优化 但是呢 是没有一个办法 可以完全避免 参数过度优化 我们只能说 最大成熟 程度的避免 参数的 最后要讲一点 是说 模型 或者说我们 策略 就是策略 策略的 这个稳定区域 模型的 参数稳定区域 会随着 时间的变化 而迁移 对吧 也就是说 那些回质优秀的 一个参数 稳定区域 它会随着 市场节奏 或者说 市场参与主体的 变化 而变化 那些在过往测试中 稳定的区域 表现稳定的区域呢 未来也非常有可能 变得不稳定 是吧 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直观的来看 就是说 这张图 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一个 策略 参数 不同参数上 下 策略效益的 一个三维的分析图 这张是三维 这张是三维 那这张图 我们从上面看下去 把它变成了 缩减了一个二维的参数 那么就是我们 横坐标和重坐标 表示了 是两个不同的参数 那么这两个 不同的参数的组合 就是在这里 对应了相应的一个点 就是说 这是两个参数组合 而产生的一个 回色的一个效应 我们简单把它看成利润好了 那就是它的利润的大小 这个利润越高 金利润越高 这个颜色越深 就这一点 它的利润是最高的 那么就是这个参数 对应和组合和 X这个参数的组合 这两个参数的组合 会得到最高的效益 最大的利润 那么颜色稍稍淡一点的 是这一块 就在这一块区域 和在Y参数 我们看起来 就是这个范围 和X参数 这个范围的组合起来 大概是得到这个效益 另外这个颜色就越来越浅 越来越浅 随着这个颜色越来越浅 所以它的效益越来越差 这个就是我们历史回测 得出的一个参数的 我们叫热力图 颜色越深 效益 那么随着时间的催移 它这个热点 这个颜色最深的区域 或者是颜色次深的区域 不一定还在这 它会变 可能会移到这 可能会移到这 或者可能移到这 谁也不知道 但是它一定会变 不会固定在这 随着时间的迁移 它这个参数的 稳定区域 也会变化 那既然我们也不知道 它到底会变到哪里去 唯一知道是它会变 但不知道它变到哪里去 那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同一个策略 用不同的参数 做组合 这叫参数 同一参数 不同参数的组合使用 本来我总共要交易十手的 比如说我总共交易 我的仓位 免许我交易十手 那我就把它分解开 就一个参数 一个策略 配置 一个参数 交易一手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参数 再交易一手 另外一个参数 再交易一手 那么在这里就看起来 就像说 我这里有参数 我在用 这里的参数 我也在用 这块的参数 也在用 这块参数 也在用 对不对 我有十个参数 十套参数在用 那么如果说 未来的行情 无论它往这边变化 往这边变化 无论它这个文件区域 或者说表现优异的区域 变到哪里 都逃不出 我的策略 对不对 我的参数 在那个参数范围 我都有策略在跑 对吧 这种方法呢 可以说有效的 平滑我们的收益局限 可以有效的 平滑我们的收益局限 这也是我在使用的 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OK 那参数优化 过度优化的这个 课程 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